日本在台湾以东设了一个禁航区 而且是在禁航区要进行军事演习 这个禁航区是在中国领海设的 14号日本方面声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进行军事演习 公布演习地点和划定180平方海里禁航区 这个日本演习让我想到了当年在北平 这个日本人也是以演习为由嘛 对吧 搞了个七七十遍 日本方面表示军事演习期间一切船只仅止使入 其中包括中国船只 日本海上自卫队要进行军事演习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领土上 你的控制范 但是你跑到中国领土上 为什么 因为它设置演习区是在台湾以东啊 从这个公布的演习地点画的江区 让人所有人懵逼啊 这个日本公布的演习地点在台湾省东部海域 日本人划定180平方海里的江区 大部分是在中国领海 咱们还记得这个去年8月份啊 中方的导弹是吧 这个落点其实就包括这个区域 坏言之日本人啊 是在中国领海上进行了军演 日本方面声称这是在协防台湾啊 这是协防台湾的重要一步 咱们领海上进行演习 这就赤裸裸的挑衅了啊 我觉得目前看的中方一定会反制 那这个反制也就包括解放军会在日本的进行区 再化进行区啊 我觉得可以啊 在必要是在这个日本设的进行区再化进行区 那就是中国和日本啊 现在两方在台湾以东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台湾以东是所有人现在要争的地方 这个区域就是台独逃跑的路线 包括日本啊 向这个台湾岛去输送所谓的增援啊 这个重要通道 那现在看日本和中国正在争抢这个通道 咱们再结合现在中方是啊 同意布林肯18号访华 然后咱们再看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小弟啊 日本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 比如菲律宾还在在南海跟中国对峙啊 这里边呢 就非常有趣啊 咱们一直讲这个美国人可能不会直接与解放军对战 而是靠日本人 现在看这个不出所料 这里边逻辑在哪呢 就是美国现在啊 搞这个制裁没用 这个逻辑也很有意思啊 就他搞这个现在这种对中国的制裁 其实更聪明办法是什么 是清销啊 因为这个你现在对中方的制裁是没用的 西方的芯片制造商是受损最大的 因为很简单嘛 中国不怕你制裁啊 中国就啊 巴不得你制裁 你制裁我本土的这个芯片制造企业就快速崛起啊 中国怕的是你清销啊 你把这个芯片廉价的送到中国 怕的是这个 那中国这个一旦啊 这个被低价清销芯片 那么估计中国的芯片产一百年都见不见 但就问题来了 你看这问题很有趣啊 那就美国人能不知道清销才有用啊 他为什么不搞清销而直接搞制裁呢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对吧 这是所有人其实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啊 咱们看今天很多问题 这个都非常神奇啊 原因就是 其实美国人在这搞的这一套逻辑在什么 他快速搞死中国 你看是不是这逻辑 他为什么不搞清销啊 太慢了 那个不会见效太快的 而如果是搞制裁 就可以快速的他想要窒息中国啊 所以说这个拜登实际在什么 在读啊 美国目前遭遇的问题需要在短期内让中国妥协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美国人需要啊 短期内让中国人妥协啊 让中国人放弃高端半导体制造努力 而且啊 他目的就是让中国买美债嘛 大肆购买美债 取消关税这些措施啊 因为美国经济现在遭遇重大啊 这个危机啊 美元信用即将丧失 美债无人购买 再撑下去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啊 可能最最倒霉的就是美元啊 现在美元利用全球货币地位不断薅羊毛啊 让各国生物痛绝 而且各国已经意识到在俄乌战争中啊 美国利用美元做武器制裁俄罗斯啊 而且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 让全世界都明白啊 绝不能再把所有的资产换成美元了 俄罗斯这种联合武场你都敢啊 都敢动 你想想这个其他国家沙特就典型了 所以进入2023年以后各国纷纷采用了本币交易啊 中国也在推人民币国际化啊 现在看到金中国家推这个这套玩法已经是在抛美元的明显了啊 一旦建成美元就真完蛋了 你让世界一半贸易跟美国拜拜啊 美国人自己玩吧 美债卖不动 美债无底线现在要往上高啊 往上堆啊 拜登现在就指一万亿 好让这个自己的啊 这帮金主们支持自己连任呢 再加上去美元化进城美债啊 不好卖啊 美国是GP全球第一啊 中国是GP全球第二啊 那你老大的美国国债老二中国不买 反而抛啊 那这个全球谁给你买啊 没有人能买 没有一个国家体量能够比中国啊 能够能够去买美债啊 所以现在看呢 美国人想要在短期内向中国施压 逼中国买美债 对吧 就这个逻辑嘛 结果啊 事情相反啊 没有逼着中国去买美债 中国没买啊 抛了啊 也就是说美国人急了啊 美中国对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啊 完全不以履会啊 就啊 跟我啊 跟我这个没有影响 这让美国人急了啊 所以说美国人现在慌了啊 为什么拼命往中国跑啊 利业吧 这个布林肯呢 18号访华 我觉得也说明这问题 就是美国人怂了啊 首先挂的肯定是美国企业啊 对吧 他现在中国企业现在一个一个突破啊 咱们说这个 这种施压啊 包括军上的施压啊 现在中国也是硬啊 硬顶回去啊 包括歼16啊 对吧 包括中国的这个苏州舰的等等 你看这个套逻辑 就你跟我来硬的没用 中国是不怕这一套啊 这个从应该是从192020年吧 中方就告诉美国人呢 不不吃你这一套 所以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赶快转向啊 那就来个软的 那硬的呢 现在这帮小弟还在顶啊 你看这个 说傻帽就是傻帽在这 你看这个日本啊 但日本确实台湾是他命啊 所以这个事呢 美国人想拦也拦不住啊 让他自己祸去吧 中国在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啊 现在完全可以拿捏住美国日本了 美国人软的嘛 中国就啊 现在看他吃软不适应啊 跟美国合作嘛 而日本呢 日本是台湾是他命啊 所以绝不能让美国把台湾卖了 所以他现在拼命 就是你但凡发现日军 逞强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军撤了 我觉得咱们说这话没毛病啊 就你但凡发现日军在逞强啊 为什么 这是他命啊 他原来是指着美军给你往前顶的啊 就美国人跑了 因为美国人跑了 日本人才能才要亲自上啊 你意义吧 所以咱也看到美国人确实要交易了啊 美国人交易呢 还有日本人什么事 没什么 没他什么事 但是看呢 日本人现在啊 能不能自己靠自己的实力来跟中国拼台湾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的啊 现在看呢 呃 整个啊 布林肯访华也就代表什么 代表着整个美国啊 要跟中国啊 彻底转向 我觉得未来的合作啊 会非常有趣的啊 据说这个 高盛啊 高盛和花旗 公布了一个信息 中国现在面临这个需求断崖 所以要尽快出台这个支持房地产行业的措施 啊 说呢 中国最快是本月要推出啊 花旗认为中国必须出台强有力子和权 当然中国的外贸也在熄火啊 注意中国的外贸数据啊 是在熄火下降的 所以中方也是啊 需要与美方在啊 这个经济方面进行重新的合作啊 这也是中国有需求的 但是你看中国顶住了美国